这些奢华的生活是不是看着让人非常羡慕 但实际上都是AI生成的网红 他们因为令人羡慕的容貌 身材 生活方式等 快速获取了大量的关注 而实际上一款软件就可以让你足不出户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批量制造一堆这样的网红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这次使用到的产品是Pyomi AI 这是它的官网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首先我们需要生成一个网红 关于这个话题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两期教程了 包括如何生成一个更容易受欢迎的网红 以及如何保持网红的一致性 如果你还没有自己的网红的话 也可以在Pyomi AI这里的AI图片生成里 制作一个网红形象 输入Prompt选择相关配置即可 这是我最终生成的网红形象 我们接下来就将利用这张照片 为它制作不同的场景 服装和动作 让它仿佛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首先我们需要为网红换场景 制作更多它在不同场景下的图片 点击左边的AI写真上传你的网红图片 鼠标移动到下方这里的Prompt框 我们先选择写真照片的风格 因为我们这次打造的是真人 我建议大家使用摄影type下的几个风格 比如写实 自然 商业这些 但实际上它这里的数字艺术type下也有超级多很好玩的风格 比如之前大火的黏土风 这里也能找到 感兴趣都可以生成出来玩玩 然后我们选择场景 这主要的是展现用户不同的角色形象 比如我选择专业头像 女性时尚下的一些场景 比如前卫时尚 当然了 这里还有很多不同的场景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你的AI网红做各种不同活动的需求 比如在生活方式头像 春华生活这里就有很多非常fancy的场景 假装自己是个friday的感觉 我觉得生成一下也很好玩 而且说明一下这里的示意图虽然是男性 但是你用来生成女性的图片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任何区别 最后是构图 你可以选择半身或正见照 包括不同的大小等 好 让我们生成几张看看 这就是我们网红的日常生活 真是非常让人羡慕 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AI网红玩换装小游戏 这将使用到ProMe AI的AI超模功能 在左边找到AI超模Tab 点击上方的加号上传我们的AI网红照片 如果你已经上传过了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找到 点击它 然后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图片里要选择涂抹的区域 比如我把AI网红的脸和发型涂出来 这就是我们需要保留的部分 一定要记得涂抹出来的地方是需要保留的 因为我们后续是需要让同一位AI网红换装 穿不同的衣服 所以我们保留的是他的脸部和发型 点击下方的Prompt框 点击选择模特 它这里默认给你做了一些选择 那因为我们已经确定模特是自己的网红了 所以可以把这些默认选项全部插掉 然后找到服装这个Tab 在这里选择你想让网红穿的服装类型 这里有很多不同场景的服装随便选 然后是背景 考虑一下你想让自己的网红待在哪里 室外室内都可以 你可以直接生成或者写一个指定动作的Prompt 再生成给大家看看我的结果 不过AI超模的这个功能也非常适合反过来使用 刚才我们保持不变的是人脸 我们用这个人脸给他换了不同的服装 同样我们也可以保持服装不变 用不同的模特 这个就非常适合电商的朋友使用 只要上传一张你自己的衣服图片 你就可以找全世界不同人种 样貌发型的模特来为你代言 比如我在社区里看到这件衣服 看起来不错 想换个模特看看效果 我们点击再创作 可以看到刚才的那张原图已经在这了 选择出衣服的部分 注意被涂抹的是等会模特需要穿的衣服 也就是保留的部分 然后在下方这里选择模特对应的参数 比如是哪个地区的人种 他的发型是怎样等等 然后再选择照片的背景一键生成 天哪是不是毫无违和感 再也不用找各种模特了 AI一键就可以为你生成 除此以外呢 你还可以使用创意融合 让网红做你指定的动作 比如你觉得这个动作不错 我们下载这张图片 点击左边的创意融合 点上方的加号 刚才我们下载的图片上传到ProMeAI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张图片 这指的就是它会识别左边图片中的动作 和右边图片中的风格 然后将两张图片融合在一起 点击右边的图片 可以在ProMeAI的风格库中选择不同的风格 我们点击到时尚设计这里 这里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服装 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定义上传自己想要的风格图片 渲染模式这里选择轮廓 然后你也可以编辑自己的prompt 或者什么都不填 接下来点击生成 我们看看效果 之前我们已经为AI网红换场景 换服装 换动作了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演示如何为网红换背景 让我们的网红待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点击左边的背景生成 选择一个你比较满意的网红姿势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一键抠图了 把原图片的背景抠出完成 点击下方这里我们可以选背景的图片 选择人像tab这里有非常多不同的场景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输入关于背景的描述词 也可以上传一张背景的参考图片 这样AI会根据这些描述词和图片 生成一张你想要的背景图片 完成后点击开始生成 这是更改完背景的网红图片 实际上这个功能对电商的小伙伴也是非常友好的 完全可以拿它来做电商的产品摄影图 根本不再需要你自己拍摄 只要一张产品图就可以完成 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上传一张产品的图片 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场景 可以是纯色的 也可以是这种很漂亮的展台 然后选择一下图片的比例就可以合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真的和自己拍没什么区别了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可以对图片进行微调的功能 涂抹替换 在左边找到涂抹替换 然后点击你要修改的图片 涂抹出你要更改的部分 点击下面的替换 在右边的框中输入你要替换的内容就可以生成了 除此以外 这个功能还支持对画面中的物体进行移除 局部修复和重上色 在不同场景下也都很实用 就比如这个移除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去景区拍照片 除了你自己以外 总是有其他的游客在你的画面背景里面 人头传动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大家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把背景里面的其他人全部都移除掉 实际上除了我今天视频中介绍的这些功能以外呢 ProMe AI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功能 无论你是想做AI图片生成 台式编辑图片 甚至生成视频 它都可以满足 而且在它的官网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对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电商设计 还是游戏动漫行业 ProMe AI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接下来我和大家说明一下 这款产品的付费模式 首先免费版每个月有10个金币 每生成一张图是消耗0.1个金币 所以每个月你可以免费生成100张图 是不是还蛮够用的了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更多金币 也可以升级版本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好玩 快去登陆ProMe AI 这是更多有趣的AI功能吧 而现在随着AI的快速发展 我相信会使用AI工具的人 一定能够更快速的站在浪潮之巅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遇 为自己的人生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我提供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在里面我分享了AI可以变形的各种赛道 以及手把手的教程 但你一起不仅会用AI 还能用好AI 更加能用AI赚钱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链接查看课程详情哦